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话题 有请我们长老 虽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 只是那个 过年的话我讲过年的事情 那我想 由这个开始开场 是过年了还是过春节 过年和过春节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是中国人 我看一下 他的起源的话 实际上 看见我们是中国人 所以的话 我就稍微做了一点点 起源于在周旺 那么 干二十的话 是在农历的11月前 是庆祝他秋收之后 当他就是 所以这是那个新年的 开始实际上是一个庆祝活动 那后来的话 后来的话 原来的话那边 新年1月1号 正月1月1号的话叫元大 为什么现在新年不叫元大 为什么现在新年不叫元大 有元大的是吧 是杨历的 就是公元的月1号 叫元大的是吧 从什么时候变 从辛亥革命之后变 那么中国的话 那个古地的话 比较元大 后来的话 为了要避免这个冲突的话 避免这个 跟真正的公元元元大 像冲突的话 那么公元元大叫元大 那么我们这个叫什么呢 也可以叫春节是吧 那么他的刚开始的话 实习都不定 因为他每一次的话 朝代一变的话 那些皇帝的话就要变 变这个变能力 那么下代的时候是叫真月初一号 然后上代的话 十一月 十二月 有十一月 有十月 这个每个朝朝代还都变 那直到汉武帝的时候的话 才恢复到真月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叫夏列 就那种四马 四马牵 它那个开始定义的力 我们一直沿用下 那春节和过年的话不一样 春节的话 讲到 所以我们讲到那个 过年 春节的话 讲到的就是说 整个是春季 这个一个月 原来是过一个月 我们只是现在过一天 过几天这样 那实际上是 它是从立春左右开始 一直过的学生 那么 过年的话 它有几种说法 明天的话 有两种说法 也说是年是一种怪物 然后到处去那个 呃 去吃人之类的 反正到那个 旧年之后的话 到今年的时候 到处去吃 后来的话 我发现它又怕光啊 又怕这个 响声又怕红色 这都是一些 这比较的传说 但实际上的话 那么 过年的话 就是大家一种庆祝活动 希望的话 新的一年的话 有不顾 有不顾 风收啊 因为 它的 就是农作物的话 一年成熟一起 它有说要用年来 代表慢慢讲 比较过年 过年的话 然后有一些祭拜的活动 对吧 你要看旧力的话 很多很多的那个活动 跟那个中国一些传统的民族 就是 呃 民间一些宗教是 是联在一起 包括一些 呃 就是 呃 什么呢 就是 就是 基障王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 就是 一华又活的 那 就是 这种跟这些都是 民间的一些传统是有关系 那春节的话 实际上的话 是 就是 表示这个整个春天 快要来的时候 有点期望 那我讲到今天我们 我现在吃到很多的 非常那个 就可口的饺子 还有整个不同的皮 不同的馅 然后的话有海鲜的 有很多素的是吧 还有这个 各种各样的馅 吃起来 这是 我看就是一些 最好吃的饺子 在今天晚上 那么这个饺子的话 有一种是 先要 活面是吧 然后的话 这 为什么叫饺子呢 活面的话 这里就是 活的话是和的话 是和的意思 就是和在一起 和一的意思 饺子呢 是跟香蕉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是 为什么要 过些年要 要包饺子呢 家人在一起 要 要和些 要和在一起 然后要香蕉 所以 取这一点 就叫 和面 然后的话 或者和面 或者是 要紧 这 有意思 稍微 挺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 在圣经里面的话 也讲了 和一 和香蕉 我看到 约翰 约翰 福音的话 十七章 讲完的话 当耶稣基督的话 被迈的那些 刚为门徒来祷告 可能讲了很多事情 是 约翰福音的话 学四章开始 一直到第十八章 一直讲 一直讲 讲的话 然后又祷告 祷告的话 也是不仅仅 他说他不仅仅的话 为你们在这里的这些人祷告 而且 要为 因他们的话 信我的人祈求 包括我们在座的 祈求什么呢 看这里面讲的 祈求 要我们在神里面合一 就像耶稣基督在神那边 和天父合一一样 所以他反复想要合一 在那边 我们阎光这个团契的话 包括我们整个教会的话 讲究的是在灵命里面 在生命里面合一 另外的话 在约翰医书也讲到 香蕉 香蕉的话 是我们的 行在光明 就像如同神在光明中一样 因为神是光 所以我们又行在光明里面 在光里面没有黑暗 然后在光里面的话 可以彼此坦诚 彼此香蕉 然后的话 因为他 讲的耶稣基督 他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 使得我们能坦语 去尽到神里 跟水一起香蕉 我在想的话 我们在原来 我记得小时候过春节的时候 一直很怀念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话 好像是一年水期半最大的事情 过春节 要过年 那个时候的话 你要到 可以不用做功课 然后的话 也可以睡觉 睡到几眼中 都可以 几眼不开始睡 然后的话 你要犯什么错的话 父母也好像是很宽容 对吧 实际上我们在教育里面 在基督子里面 当中事的话 也是一样互相宽容 那么在小说的话 还有这个 要一年一度的话 要穿新衣服啊 还有很多很多很 就是好像那个时候的话 是一种 凌智的一种 非常快乐 非常喜乐的一个状态 后来呢 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之后的话 发现的话 就是说 这个时间的话 自己抓不住就是 后来 长大之后的话 发现 走向往回看 那个时刻 能不能再来 有没有一种 真正的永恒的时刻 那么实际上 在基督里面的话 我们找到答案 生命只有永恒 而且在耶稣也讲到的话 我们以后在天国 一同吃一天喜的时候 那种庆祝的话 那是永恒的一种 喜乐的庆祝 好像就有一点 我们尝到 我们过年的滋味一样 然后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 我们要看 看启示录的话 最后二十章 或者二十一章的时候 发现天国的话 是非常美美的 但是不得要的地方 是吧 很多人想要 画画 各种各样的想象 和写的 这样再怎么写的话 只是给我们一种 很 就是说 隐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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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 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再怎么想 也不能很具体的讲 它有多么好说 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 包括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开始 实际上 开始过那种 在神里面 来庆祝的话 那是一种 灵魂的一种快乐 这是我们最期望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